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有關99.txt這個檔案 有關99.txt這個檔案 如何存檔這個動作 存檔的話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說 我直接執行給各位看 如果我希望存一個檔案 存一個99.txt這個檔 那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東西當然除了輸出到控制台之外 我一樣呢 可以在我的根木屋底下 存一個叫99.txt的一個檔案 那理論上我剛剛好像有建了一個資料夾 在我的這個目錄底下 所以在哪個地方 台北這裡 底下我記得我有建一個叫gpt 然後底線python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找到 在這裡 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我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 OK 這邊的話就有個99.txt 你打開之後的話看一下 裡面呢就是我剛剛的99.txt 也就放在這邊了 有沒有 那怎麼樣可以讓檔案 直接輸出到你的根木屋底下 這個時候呢其實 Python裡面要存檔 就非常的簡單 你只需要記得三行程式 就是三個動作 三個動作 其實就是三個動作 存檔 那如何存檔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這個程式 所以這個把它切到剛剛的這個 這支程式好了 最後當然我把它輕減一下 因為有時候看到一些不需要的程式 就喜歡把它刪掉 看起來比較清爽 好 那首先的話呢 如何把它存檔 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你存檔的話 你需要記得這三行程式 那首先這三行程式其實就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的話就是 你必須要建一個 F物件 就檔案物件 檔案物件的話 內建有一個方法叫open open的話呢 其實就是你必須要先開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名稱 假設我今天叫做99.txt 然後副檔名一定要給他 99 然後點txt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豆點 你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讀就r 你這個時候就r ok enter一下 第一行喔 所以第一行做什麼 第一行就建立一個空白的檔案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就是把資料寫進去 那如果要把資料寫進去的話 就是f物件 點right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 有一個right的一個函數 然後呢 你要寫什麼呢 那些寫的資料目前還不存在 就在上面 在這裡 ok 那所以呢 我就把這邊加一個s好了 假設我將來 會產生一個 變數叫s 然後最後記得呢 如果你把資料寫進去的話 他就會把這個s裡面的變數寫到這個檔案裡面 所以喔 變數 變成檔案 就是這樣 最後還有一行 記得喔 因為你寫完之後 記得要把這個檔案物件關掉 所以最後記得一個close 然後呢 也要把資料寫進去 但是目前s 它不存在 那這個s的話呢 在哪邊 其實就是在printer這個裡面 那printer 那printer目前的話 我們是怎麼樣 直接就printer到這個控制台 但是我現在不是要printer到控制台 我除了要printer到控制台之外 我還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s產生 所以s怎麼產生 這個呢 這邊注意喔 第一個我在for圍圓上面加一個變數叫s 它的初始值等於空的 那意思就是說 空的記得喔 空的是這樣喔 空自串就是這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產生一個s的一個自串變數 裡面沒放任何東西 接下來的話呢 我需要做什麼呢 再把我要放的東西 哪些東西 就是printer這些東西 把它串到s裡面去 那s怎麼串 所以s等於s自己本身 所以s等於s 串的話就是加號 加什麼東西呢 加這個東西 後面這一段 所以你就把printer這些東西 除了printer之外 也串在這個後面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但是 串在後面我看一下 這個喔 然後 它就把它print 但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 這個串完之後喔 最後其實這邊有個printer的換行 但是這邊其實它沒有 沒有加換行 所以變成如果假設你這邊沒有跟著 串一個換行 在它尾巴的話 那它會接在一起 所以怎麼辦呢 在這裡喔 變成你要可能要再加一個 就是s等於s s等於s自己加上 加上一個換行 換行特別注意喔 在Python裡面是 反斜線N就換行 OK 脫離字元 這個在前面好像有一個單元 我們有一個圖 其中有一個換行 所以呢 我就把這邊加上一個s 然後s串接 s跟尾巴加上一個換行 最後呢 通通把它串在一起之後 再把它write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看一下應該這樣應該沒問題 這邊串一個 我這邊是用那個format 不過道理是一樣的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執行 應該這個地方就會輸出結果 所以我重點 再回顧一下 這個是存檔 這三行 這三行很重要 這三行 未來只要你想存檔的話 就是這三行 所以這三行很重要 OK 然後呢 因為需要一個s 所以我就創了一個s等於空的 然後呢 把它每一次的東西 都串在這個尾巴 所以這個地方 然後呢 換行的話 就是這個符號 s等於s加換行 好 這樣的話 應該理論上OK的 所以這個是step1 step2 加上一個空的s 把它串在一起 好 最後試試看好了 結果應該OK吧 我把剛剛的這個 嗯 檔案也許把它刪掉一下 所以剛剛我的檔案裡面 在本機 那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們的 module可能還是要 先確定一下 你們有沒有建一個 那個 目錄給他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就會找不到 你的東西放哪裡 因為我是放在一個 GPT拍上這裡 我把這個檔案先刪掉 OK 所以我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設不確定 你這邊可以什麼 把它另存新檔 或者把它存檔 另存 另 另存為 然後我是把它放在這個 目錄 那你們自己找個地方放 這個也許叫99成發表 好 這樣OK 把它執行一下 跑一下 OK 那結果不OK 結果應該OK 這個有了 輸出看一下 有沒有99成發表 這邊有了 有沒有 在這裡打開 裡面就有了 所以以後呢 如果假設你要在Pi上裡面 存檔 基本上就是這兩個步驟 一個是 先開一個檔案 給它放 一個是 把這個 right的這個字串 把它串在一起 再放進這個檔案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所以存檔其實在Pi上 我是覺得 相較之下 算是簡單的 OK 試一下